熟練的切菜備料 廚房的志工媽媽 一大早就開始忙進忙出 為的就是要趕在11點之前 將午餐準備好 給社區的阿公阿嬤享用 一道道講究的是營養均衡 會只要吃得好 還要吃得巧 物資上如果切灰的話 我說里長會盡量協助 盡量把物資贊助我們社區 供老人給他用餐 應該每天每餐都有經過營養師 平均阿哥有達到營養的效果 所以我們盡力為他設計服務 豆干下鍋翻炒自自作響 按照專業營養師的安排 四餐一湯是每天必備的份量 陸中廟社區發展協會 今年也首次參賽了 衛福部舉辦的 全國社區共餐實力教 沒想到第一次參賽 就爆毀了獎項 營養師資挺小姐他來了以後 又告訴我們太多太多 公餐的一些要點 然後我們就依照那個 資挺營養師的 教我們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按照他的方法來做 然後做一做 資挺小姐就接著 你們不錯喔 你們可以去報報看實力獎 翻餃子米飯 鍋裡不斷冒出白煙 疫情下沒辦法共餐 專輩們個個都自己帶飯盒來 中一道就有廚房的志工媽媽 依照每個人不同的份量來盛裝 最大差別是他們沒辦法說 那個吃飯的那個氛圍少了 那當然我們 我們這次實力獎最大的一個收穫 是來自我們長輩 還有我們的廚師 都很豐富的收穫 少了吃飯的氛圍 不免感到有些孤單 但在非常時期 協會也十分感謝 聚工媽媽不間斷的工餐 還有里長與善心人士 提供許多資源與食材 大家唯一共同的希望 就是希望長輩們能夠吃得安心又健康 記者邱建軒林嘉義高雄報導 記者邱建軒林高雄